台湾脑力机 台湾knowledge 哈喽大家好 我是Nicole 军师联盟以阿德爱恨情仇 究竟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演变成今日错纵复杂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 我们今天会来聊聊 首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翁明贤 主张好 主张好 大家好 立志成为最强幕僚的博士生詹祥威 你好 大家好 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贸易办事处商务经理李馨怡 欢迎Sandy 主张好 大家好 曾经在以色列痛哭流涕过的长老洪扇群长老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好 不晓得讲到以色列跟阿拉伯大家的印象会是什么 那我们就先从以色列开始 先来看看街头民众怎么说 你知道以色列在哪里吗 可以用地图帮我指一下吗 这里 这个地方 好 OK 就这小块 在这一块吗 在在 诶 这差不多这一块吧 这一块地区吗 这一块吗 这一块吗 这边是欧洲吧 诶 大概就去 这个洞洞这边 好 这里 好 这 这里吧 诶 死豪在哪里啊 那那里 这里 那里 你知道现在以色列 现在这个国家 大概现在至今有多少年的历史吗 20年 应该70年 差不多70年左右 对 呃 从19 1940年开始的话 应该算 70年 大概70年吧 2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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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吧 A好了 好 A A啦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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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想到以色列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会想到基督教 我也是 就是基督教相关的 犹太教 耶路撒冷 自以色列吧 联系错的话 耶路撒冷的哭墙 想到耶路撒冷 哭墙 就是圣经里面神的权名啊 然后现在 那个琉璃丝座多年之后又回去 大家对以色列的认识 今天这集讨论下来可能会稍微颠覆一下大家的想像 不过我蛮惊讶的是大家其实对以色列的地理位置都还蛮有概念的 想请教一下专家以色列的确是在地中海的最右边是吗 对 那么它是整个这个从这个亚洲到欧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位置 那么最近这个有一艘船在这个苏聖河这个搁浅 那它旁边就是以色列 那我想我们谈到以色列都会想到以色列的女兵 以色列是全民皆兵的 那我们都会想到以色列的高科技 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农业灌溉技术 等一下我们这个Sandy会跟大家报告这个议题 那事实上最近以色列让全世界惊讶的是因为 它的这个新冠疫苗Covidating的这个注射率 已经达到全国一半以上能够 将近400万以上的这个斯塔利非常高 那事实上以色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对女生很有帮助 因为以色列有个地方叫石海 Dead Sea 那么石海有出展那个女生的那个美容用品 可以帮助美容用品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种东西 我想很多民众对于以色列跟阿拉伯 还不是那么善于分辨 可以请教祥威哥可以帮我们稍微做个简介吗 那大概就历史 我想刚刚所长有提到 事实上在这个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以色的犹太人被这个所谓纳粹德国迫害 那就有一部分的人就流离到了这个所谓加萨走廊这个区块 那后来这个联合国决议让这些人在这个土地上面建国 所以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开始跟这个阿拉伯世界有了第一就开始有了冲突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土地 那总之当然圣经上有说 这是三个不同宗教的一个圣地 这个都是大家从这个圣经都可以看到的 但是因为这样的决定造成了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 从二战之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爱恨情仇 所以刚刚有提到圣经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长老 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 您都怎么看 其实以色列跟阿拉伯他们是戏出同源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么伊斯玛利跟以撒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那么一个家庭的纠纷却成为历史的悲剧 这个真的是因为那个爱不够 恨一直在那边所造成的 所以也是让人不胜唏嘘 对既然本事同根深嘛 那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所长 那他们现在常常发生冲突 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刚刚祥威的这个提到这个1947年后 联合国就决议把本来英国所占领的殖民地 那个那块地方 加拿大早上那块地方 原来是巴勒斯坦人在住的地方 那么给这个以色列让他建国 那没有处理到这个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到现在 所以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的问题 其实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问题 那重要的是在于因为 这不仅涉及到说巴勒斯坦没办法建国 也涉及到说巴勒斯坦回教跟阿拉伯国家是一样的 但是唯一只有以色列信奉犹太教 是不一样的一个思考 所以阿拉伯国家认为说 怎么会有一个信奉这个非回教 就是犹太教的国家在这边成立 所以这种敌对的状态会出现 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因为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 他经历过四场战争 不管从1948年的那场独立战争 或是1956年的以哈战争 以色列跟埃及的战争 或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 更重要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透过这场战争 那么以色列非常的勇猛 把周遭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不管包含当时的约旦 以色列 叙利亚打败 所以到现在他们的一个仇恨到现在 一直不断的建立的营生在这边 所以他们打到现在 目前都是以色列获胜 对 基本上都是以色列获胜 我想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强的战力 应该不只是军事方面 对啊 那是不是比如说其他软实力 是不是应该也很 有很大的影响 这部分可能可以请教一下Sandy 就是其实一般人对于以色列的敌 可能就是除了刚刚街坊的一般人问 你可能第一个印象都是 哦他们很会打仗 但其实现在以色列被最为人知 是他的新创的部分 不管是他政府的一些补助啊 或者是他们整个整个 Ego system下来 对他们的新创的一个环境 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那现在有几个产业 其实以色列是越来越蓬勃发展 就比如说水科技的部分 那一些举例我可能后面再跟大家分享 那还有车用 那现在我台湾现在吵得很热门的 因为鸿海开始做了一个MIH的一个平台 所以车用科技其实以色列在这个方面 其实也很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资安 其实大家都知道资安是不管是你在用什么 都需要用到我们的手机电脑 银行任何任何的东西都是需要资安的 那再来就是医疗设备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医疗设备 都是从以色列来的 那最后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是食农科技 就是比如说你养蛋 怎么去分别它是 就是供乃姆的 或者是一些落农科技 这个部分其实以色列还有很多 是可以跟大家就是来研究 对啊 其实真的很多 很厉害很强的地方 但是我们对以色列的认识 其实都还是维持在比较表浅的部分 这部分刚刚聊天的时候 洪章老好像有提到 您去过以色列嘛 那边就是还蛮多沙漠的地方 你在那里看到他们有什么 很让您印象深刻的 我三年前曾经去过以色列 那么我感觉自己好像走在圣经的历史 圣经的地理 每个地方我都觉得 哎呀 我读过 哎呀 我去过 我看过 所以非常兴奋 以色列其实有50%以上是沙漠 可是它的农业 那个滴漏灌溉 非常成功 所以使得他们自己 不但自己自足 而且外销 欧洲像花卉很多的蔬果 其实都从以色列出去的 所以这个让我非常惊讶 我想观众跟我应该都很好奇 台湾跟以色列到底有 除了我们想象中的农业交流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关系 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需要关心这块土地 是不是有什么相似处 我想有四点 相似处我们要去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是小的国家 面临很强大的敌人 所以你必须要自力自强 自力敌人 第二点 刚刚这个长老也提到说 以色列都是沙漠 上都是沙漠 水也缺乏 所以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人 人的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以色列人非常重视教育 启发是教育 诱咬是教育 教你怎么样来了解问题 而不是只是解决问题而已 这第二个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是 因为以色列面临强大的外患 因为整个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 约旦 叙利亚 都非常敌视他 所以他必须要自己自力自强 那么不仅是建军备战 做好准备之外 他也必须要在国际上找到好朋友 来协助他 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国 美国人支持他 所以他才有办法这样子的一支 持续的一个存在下去 当然最后是他的全民皆兵的制度 才有办法让他整个能够继续存在 因为每个人都愿意为国家打仗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女生也要当兵 男生也要当兵 高中毕业当完兵才能够念大学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讲到当完兵才能读大学 刚刚Sandy有跟我们聊到 这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可以拿来我们参考 对 就是根据我认识这些 在办事上班之后就发现 我觉得他们这个制度 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制度 因为像我们一般 不管是台湾或是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我们都是高中毕业 我就很理所当然去念大学 但其实你18岁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 你对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不知道 就你考到哪里就去念哪里 那出来我们90%的人可能 你所做的工作跟你念的书 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以色列他们就是18岁你就先去当兵 那经过不管是两年或三年的这些生活历练 其实你对于你看到的眼界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那你再去做为你以后事业的去 不管是他们以前所有训练 或是他以后想要念的书 我觉得造成他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创的环境 是都有很大的影响的 而且造就他们高科技的部分 精细度就会很明显的出现落差 那我自己对这个 刚刚Nicole讲到这个所谓军事科技方面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们有一个所谓的铁穹系统 所以大概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来请所长帮我们说明一下 铁穹系统到底是什么一个科技 基本上以色列有很高的科技 可以去阻挡这个弹道飞弹 就是飞得很高的 充满大级的弹道飞弹 也可以低空的这个高射炮 那么面对这个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的 因为巴勒斯坦没有钱 那巴勒斯坦对以色列 充满了这种安全上的恨意 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影响以色列的安全 所以他们就用那个土式炸弹 土式火箭 来攻击以色列的住宅区域 攻击靠近加沙走廊 跟约大和西岸以色列住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政府就发明这种铁穹系统 目的就是在低空可以拦截 这些土制的火箭 土制的这些飞弹 可以请问一下 土制是指成本比较低的意思吗 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粗糙 你可以看得到飞弹上面放很多铁钉 或者说玻璃 放成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他们不只发明铁穹系统来因应飞弹 那么他们来做在自己本身地下室也有防空洞 储备粮食 或是在游戏场所都有这样一个防空设备 那么我们去那边参观可以看到 在幼稚园在公园里面 那么都有这个大人在小孩子 听到那个声音 你就赶快走在那个防空里面 那Sandy您是不是也有听过 他们跟铁穹有关的技术发生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铁穹我们听起来好像 是不是好像电影里面 就是你看到一个透明 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个罩子 在一个城市上面 但是其实他们就说 我们同事他们去的时候 真的有看到就是 比如说从巴勒斯坦那边飞弹飞过来 他就在半空中被解掉了 那刚才想问一下他说 因为我们的理解都是好像是 飞个反导弹上去把那个飞弹炸掉 但想问说好像不是 好像是 因为事实上这个铁穹系统 它的优势就是在于它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用科技去弥补 也就是说 如果你它可以分辨 你来的这个所谓的飞弹或者是导弹 它的这个爆炸力 或者是它的这个层次没有这么高的话 它maybe它是用这个所谓 我们看得到防空的枪子弹 非常便宜 但是它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把它挤落 但是如果它来的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军用科技 或者是层次比较高的这个飞弹 它就是用飞弹去引击 所以说这个科技跟这个所谓的人的智慧的结合 形成了这个所谓的铁穹系统 事实上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蛮好奇红长老您曾经在以色列痛哭流涕 是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段故事吗 我们那一团差不多有30位 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哭的经验 可是每个人的哭点都不一样 我是在提比利亚海旁边的那个彼得堂 那个小小的教堂 可是我在那边想到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问了三次 我当初全时间奉献 其实跟提比利亚海彼得回去打鱼 有很深的那个回应共鸣 所以我在那边哭到不行 虽然哭过 可是却非常喜乐 充满了感恩 那Sandy呢 您在那边所看到的 他现在很强盛的地方 在经济贸易上 平常的工作就是跟这个相关 那我们常常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都是因为台湾是就很强盛 是我们知道的制造业 那以色列其实很强盛是他们的软体 那当两个国家软体跟硬体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有1加1大于2的一个表现 那就像我们最近可能就是常常 每一年都会碰到一个缺水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台硕其实已经在台南那边 好像有一些海淡厂就是用以色列的科技 那它每一天都可以进化 大概10万吨的一个水海水 对就可以解决台数在需要供水的这个问题 对那就是水那是水的部分 那其实我常常要讲 因为以色列真的非常非常缺水 那我们老板常常都说 他看到台湾人去洗车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水都已经非常就是喝都不够了 你就拿来用来洗车 所以除了海水淡化之外 他们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运用在农业上面的一些技术 都是跟水相关 就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看到农田里面 可能就是大拔大拔的这样撒水 但对于以色列他们怎么去处理呢 就是他们在每一株的上面都用一个管子 然后管子在那个植物上面就打一个洞 那就是他能够精确知道说这个植物需要多少水 他就给他多少水 不浪费任何一滴 那除了水跟农业之外 那还有以色列很强的地方就是他的资安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中华电信台湾大概 很多都已经是用以色列的一些资安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些政府单位啊 那比较有名的是 因为这次新闻上已经公布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前一阵子的馆长不是被人家枪击吗 那他们刚开始一直抓不到那个人 那他们就是的确是用以色列一个资安的科技 叫Cellbrite 用手机定位的方式去抓到这个人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台湾很多很多 其实都可以运用到以色列一些技术的地方 那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比如说医美诊所在医疗器材的部分 其实很多我们男女生去打卖冲光啊 雷射啊 都是用以色列的一些医疗器材的部分 那有一个最近其实很红的是 以色列很多那种非侵入性的治疗的方式 治疗的一些器材 它叫用热聚焦的方式去治疗癌症 对它就是非侵入是等于说你不用开刀 不用任何比如说化疗啊的方式 那所以很多在医疗器材这个部分 其实也很多台湾的厂商是想要跟以色列合作的 对所以这样听起来发现 以色列把他们在军事科技上面所运用的技术 甚至跟生活做了很好的结合 还能够成为别的国家的帮忙 那在军事方面可能所长 您去过以色列的经验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刚刚我们也提到说 这个降维潭的这个铁熊系统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有爱国者恶行 跟爱国者恶改良 那通常飞弹防疫系统的概念是 飞弹如果过来 你飞弹发到这边爆炸 然后用那个破偏机把它撞击 这是一种方式的拦截 那么比较精密的是怎么拦截呢 是它飞过来 到了某个地点你算到 然后直接把它打掉 直接打掉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一种形态 所以基本上 舱铁熊系统它是用这种直接撞击的方式 所以更能够保障 这个以色列人民的安全 那我意思说这样的一种技术 当然不只是飞弹本身 指挥 通讯 管制 雷达 整个都包含在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科技 最重要是因为以色列的科技发达 那么它均转民跟均合起来 运用的非常快乐 那这也是我们台湾这个学区的地方 我最后再稍微补充一下 所长讲的这个 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口 大概是800万 900万 台湾的人口大概是2380万左右 那以色列在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 就是比较能够排得上名的这个军事力量 它大概排名第20 大家知道台湾事实上排名是24 差不多耶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大家对于这个传统 这个比如说中等强权 像我们这样大概规模的国家 比如说荷兰 它的军事力量大概是排名37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强盛 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 在多年的薪酬旧恨之下 自2021年4月起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越演越烈 5月初情势从军警之间的冲突 更是扩大为双方的炸弹攻击 所幸就在5月21号 双方接受了停火协议 本节目特别以电话录音的方式 再次邀请专家来为我们分析本次战事 请问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为何 静音就要涉及到2021年的4月份 回教开始有灾结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以色列就禁止回教徒 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圣殿山来祈祷 也禁止灾结月期间 有一些公开的活动 就引发巴勒斯坦人民 跟以色列军警之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发生在阿克萨新增市附近 事实上这个冲突也不仅在 临近耶路撒冷地区的新增市 也靠近整个以色列的境内 都有这样一个冲突 到了5月7号 以色列政府决议 拆除在东耶路撒冷地区的一些 巴勒斯坦所居住的区域 准备要把它收归国有交往给国家 因为这样子引发 这些巴勒斯坦人的抗议 引发这个军民的冲突 所以从5月7号开始 在加勒斯坦的哈马斯 就用他们自己制作的土制炸弹 火箭弹 往克拉维夫的方向来攻击 以色列就用他们自己研发的 铁穹飞弹防卫系统 来有效的拦截 这样的关系发展 让这整个的这个事情 那么还会持续发生 请问这个局势继续发展下去 有什么可能影响大局的关键事件吗 首先第一点 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教 基督教都回教的圣地 以色列想要把耶路撒冷成为他的首都 就被其他宗教 尤其是回教阿拉伯国家所反对 所以耶路撒冷归属问题 是一个问题所在 那第二个就是巴勒斯坦人聚居的 约大人西岸 这个部分也被以色列把它封锁 以色列也鼓励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西岸 去囤肯去扩展他的力量 却不准巴勒斯坦在那边发展 所以耶路撒冷西岸的囤肯问题 也是第二个未解的议题 第三个议题就是难民问题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 巴勒斯坦人到处流离失所 到目前为止 大概将近有700万难民 如果他们回来以色列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话 会造成以色列很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难民问题也是一个不解的议题 第四个就是一个安全问题 因为哈马斯认为 唯有消灭以色列 才能够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才能够当巴勒斯坦存在 以色列目前的总理纳特尔也认为 唯有消灭哈马斯这个恐怖主义组织 才能够让以色列安全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 是面对一个绝对安全的一个考量 很难大家能够从一个 共同安全角度来看这个议题 第五个是大国的态度 尤其是美国的态度 基本上从近期的这个报章 只要只可以看 他比较偏向以色列 一个纳特尔雅乌总理 拜登强调以色列有权力来自我防卫 哈马斯从加大走廊所发射的这些飞弹 美国也提供更多的武器给以色列 从这个角度去看 当然哈马斯或巴勒斯坦或中东国家 当然会不以为难 另外一个大国中国虽然很关心 但是只是强调美国应该负己国际道义责任 从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角度来看的话 既然不能够让大国出面 来维护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能让巴勒斯坦能够独立建国 那唯有用这种武力的手段 来让世人注意 来让这个以色列人感到担心 我们看到最近在联合国安宁会 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尤其是这个比较激进的 哈马斯主治的一个冲突 恐怕会未完未了 在全世界我们都在面临 对抗这个非传统安全威胁 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问题 恐怕也很难找得到 有用的疫苗来解 唯有真正能够主导 整个中东地区区域局势的 这些大国 真正坐下来好好来谈论这个议题 不管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还有整个中东地区的周遭国家 伊朗 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当然还有包含 预外的大国 美国 欧盟 中国 也应该好好地考虑 那么没来面子是问题 未来是问题的发展 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键的地方 因为涉及到种族 文化 宗教 以及大国之间的利益与冲突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 要获得真正的和平 实属不易 本集让我们一起诚心地 来为这难解的处境 祝福祷告 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 为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公平跟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跟诚实行在你的前面 主我们真是要求你来介入 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 长久以来历史的包袱 那许多纠结的情绪跟恩怨情仇 求你亲自介入在他们当中 我们祷告 让以色列的首领跟巴勒斯坦的首领 他们能够做出对人民最大幸福的决定 为全地带来和平 我们用联合国所选出的经文 来为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来祷告 神里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里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求主耶稣把平安赐给 以色列人也赐给巴勒斯坦人 愿你的国降临在两个地方的人民的身上 愿你的旨意成就 因为你是和平的君王 愿平安降临 谢谢耶稣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样听起来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经历过很多纷纷扰扰跟冲突 但是在很多信仰前承认中间 这个城市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力跟重要性 今天上帝帮帮忙 我们邀请红扇群长老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屋顶上的提琴手 在那部电影里头 那个主角以色列人 他有一个动作 他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他一定抬头 他一抬头他就跟上面说 他有什么难过的事 有什么要抱怨 他也是抬头 他跟上面说 上面好像是他天上的父亲 就让我想到 以色列今天我们说他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其实他也是一个人民 雅各他在亚伯渡口 他遇见了上帝 雅各他的原文是抓 他的生命本来就是抓 可是上帝特别为他改了一个名字 说从此以后你要叫以色列 以色列他有几个意思 其中有一个意思我非常喜欢 他说他是尊贵的王子 雅各变成尊贵的王子 他本来是抓的 现在是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给他 他成为上帝的尊贵的儿子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他要赐他们全并 做神的儿女 我祝福各位 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认识基督 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长老 也谢谢今天的来宾 让我们对以色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下一集我们就会来聊聊阿拉伯世界 台湾脑力机军师联盟 让我们一起关心国家的事情 下次见